請市長 市長剛剛本席從羅蘇蕾委員的質詢 還有剛剛我聽到葉金委員的對話 本席認為就是說如果財政部願意放的話 那你們的觀點我們可以尊重 但是不影響讓那個已經繳完他法定全責的人出國 他出國也不抵觸你們的所謂的 整個全班的民法上的義務的概念 所以就這觀點來講我覺得可以分開解釋 分開解釋讓你們採取寬容的態度 而且不影響到你們的法律上的一個見解 對不對 市長我的觀點是這個樣子 我比較折衷 我今天只是想解決問題 我覺得剛剛我聽書長講我也聽懂 我也尊重 但是我覺得今天他已經繳了他那個部分了之後 財政部也同意說他同意了 所以就這個情況下 他出國那個東西也不會抵觸你們的法律啊 報告委員 財政部86年的函是就税捐基增法限制出境的規定來加以解釋 不是就行政執行法第17條的限制出境來加以解釋 所以這個是兩回事 這個第一點要跟委員報告 第二點這個基本上遺產税 他因為在還沒有分割遺產前是共同共有 所以他的納稅義務人是全體那這個遺產的繼承人 所以他這個納稅如果遺產稅是100萬 那納稅這個繼承人有10個 他就是每一個人都要繳100萬 才算這個遺產稅繳納完畢 這個是税捐基增法上面的規定 是這樣子 對但是我認為在整個權責的主體上 法律還是歸於個人的權利義務嘛 所以雖然整體上這個共同應該要負的一個責任 可是我的部分我的質問繳交了之後 從人權的觀點來講的話 你就沒有限制他的人生自由權 報告委員 這個雖然是說這個有所謂的因濟分的問題 但是事實上的財產的繼承不一定跟因濟分是一樣的 所以市長你的觀點跟我不一樣 你現在會用財產的概念來倒回來限制一個人的人生自由 跟我認為今天我們是一個法治人權的國家 我們應該是用人權的觀點來講 來形塑在法律上的權利義務 所以我認為他就他那個部分的比例 他已經符合了 他繳交了 我覺得你就應該尊重他的人生自由 對於他整個財產印濟分裡面 還有所有的義務的這個旅行 我同意你們的觀點 我現在是在同意你們的觀點前提之下 在跟你講說那個優先順序的一個排列組合 所以我覺得你們堅持那個部分並不足以 也就是說如果在這個地方不限制他出境的話 也不足以顛覆到你們所主張的一個法律 我認為不會 而且反而比較能夠回到一個個人的人權 的法治國家的一個思考模式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是建議市長啦 這個地方我們的觀念彼此溝通 但是不是說你們同意了就代表說你們棄手 不是你們還是維持你們原來那個見解 只不過在有關限制出境這件事情當中 我們回到一個人權 回到一個他自己的權責當中 國家在這個部分當中給他一個融通 所以這個也許可以當作一個特例也好 當作是一個怎麼樣的權益模式也好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問題真的是民怨啦 他跟財團可能沒有關係 他跟黨派也沒有關係 所以本席今天就是論事我中信聽了很久 我也思考了很久 我覺得次長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出一定的政策高度的一個放鬆 報告委員 因為要限制出境 依照行政執行法要限制出境 除了欠稅以外 本身他還要有第十七條第一項的六款的原因 他要搭配起來 例如說他顯然有履行義務的可能 他故意不履行 他必須要搭配起來 他欠稅以外還要顯然有履行義務的可能而不履行 另外還有賢有逃逆之餘 或者是就因工強制執行的財產 有引力或處分的情勢 或者是於調查執行標的務時 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還有經命期報告財產狀況 不為報告後為序約的報告 或者是經合法通知 無正當理由 必須要搭配起來 對那以繳完了這個之後 都沒有你所講這個情況了 沒有這個情況了 所以你不必再框在那個地方 說就算你有繳掉 可是你還是顯然有怎麼樣 顯然有怎麼樣 你還是用整體的一個義務來包他 那這樣的話 我跟你講沒有人要繳喔 沒有人會繳喔 我反正繳了之後沒有用我幹嘛要繳 那你這個從國家的付稅政策當中來講 你反而是顛倒事實 造成國家稅源的整個沒有辦法的頓逃 所以因為你堅持這個法律的結果 你會傷害到整個財政部的收稅政策 而其結果人心又難憑 結果未見其利共蒙其害 然後站在你法務部的立場當中來 你只堅持到這個觀念 那就變成自我感覺良好 我是覺得我今天是好意 市長我今天的好意是 我想離開這樣一個爭議 就是說就算是依羅委員提案的方向 也並不足以抵觸跟你們的觀念衝突 所以在法律文字當中 我覺得可以看按照你們的觀點去做一個調整 但在這個部分當中我覺得可以鬆綁 而這個鬆綁無論從庶民的民怨的鬆綁 或是從整個財政部的賦稅的政策 我相信這樣一過去的結果 願意繳然後比例會增加 你如果五個當中繳完一個他出不去 其他兩三個他都不願意繳 也許他五個當中只有一個他硬是不繳 但是四個都繳了他可以出國 久久是他們形成一個多數壓力啊 大家都繳了你何必不得繳呢 也許他有一天會自然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政治跟法律本來就在做無限社會可能的推估嘛 對不對一個社會經驗的傳承 他本來就這樣立法出來 所以我是建議治長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法律我是捍衛你們的觀點 尊重你們的觀點 但是我覺得可不可以稍微符合社會的事實 報告委員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邀請相關的機關 我們來會商一下 延商一下 如果可以訂出一個合理的規定 我們願意來研究 我覺得這個方向請次長 真的是我們 我們如果是合於法律的這個理論 而且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我們先提要件是要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因為如果讓這個應該納稅的人他不納稅 因為大部分這些都是有錢的人 比較有錢那會造成社會的不公 要基於在這個前提之下就是納稅是這個公平合理的 那對一般一般的社會大眾也是公平合理的 那我們願意來邀請相關的機關來進一步的 更甚密的來研究一下 請辦到夜店去別人幫他付錢 那結果今天你的法律變成形式上的禁止 實質上封阻不了他 到時候社會還是會批評我們政府 OK這個委員的這個意見非常寶貴 是 不過這個如果用境外的卡來刷 事實上我們確實是沒有辦法去了解 因為這個是境外的事情 但是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這個去到 他說他是應朋友之邀 去特定的場所高消費場所 那我們我們的修正條文是規定 禁止於特定的高消費場所消費 不只是包括他自己消費 連接受宴請都不行 對 所以自然可不可以 我也贊成這個觀念 是 可不可以乾脆把它直接指涉到 就是說你禁止進入 你禁止進入就好啦 你不要進入到這種地方 因為你進去就會消費嘛 或者說直接禁止進入消費 或包含他人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委員的這個高建 我們完全同意這個 這種這種想法我們是同意 但是我們當時也有討論到 就是禁止進入會發生一些問題 如果是禁止進入消費 這個就合理 因為禁止進入我譬如我跑到 這個來來 他在這邊遊蕩 或者在大廳等人 對 我同意 所以市長 如果我們那個語意上可以說 禁止進入消費 這個消費叫 含本人或他人消費 那這樣的話 語意上就完成了 是 我們可以來檢討 如果這樣 這個事實上 我們的意思是說 禁止你進去消費 包括本人 對 或者是別人 對 對 對 是是 因為 因為你欠政府那麼多錢 對 本來也不應該到 不應該 消費 這個 這整個社會 這個公平正義 民眾會覺得這個是不公平 不公平 是別人請的 也不應該 好 我們完全贊同 這個委員的高建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我們進去